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祢 祢教我们祷告 不但如此 祢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 主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祷告 主在我们伤痛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被重担所压的时候 主我们需要祢为我们祷告 主我们谢谢祢 祢仍然在天上 按着父的旨意为我们祈求 主我们也谢谢祢 因为父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们虽然看不到未来 我们看不到为什么 但我们谢谢祢 愿父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祷告 愿祢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祷告 教导我们祷告 奉耶稣里面祈求 阿们 这个星期我想每个人都 都有很多很祷告的时间 我们也知道MSU的这次的枪击案 给我们很多人带来很大的伤痛 我想祷告是一个我们处理心中忧伤的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旌旗我也讲过 刚刚在楼上还是在谈这个MSU 修庭的事情 这个枪击案的事情 但愿祖帮助我们 在这个黑暗 歪曲 被扭邪恶的世代 在这里存活 我很喜欢最后那句 祷告出导文最后那一句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雄恶 We need that 就我们脱离雄恶 他原文是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的evil one 我们这个星期也的确看到了 这个evil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耶稣教我们祷告 在这个登山保训里面呢 是大概算中间的这个 五六七章 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 都是登山保训 他在山上的讲道 第六章呢 谈了很多属灵的操练 是整个登山教训的 保训的这个核心 祷告呢 我在这里一开始就做这个总结 或者我的论文题目 我的第一次statement 是祷告是所有 侍奉主的工作里面 最神圣 最圣洁的工作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侍奉主 可是最圣洁 最神圣的侍奉 是祷告 而且这是开放给 所有每位弟兄姐妹 这是亲近主的时候 这是赞美主的时候 这是认罪的时候 这是得洁净的时候 这是得圣灵充满的方法 这是得喜乐 得平安的方法 祷告是明白神的旨意的 最好的方法 是不可或缺的 所有的侍奉里面 绝对不可或缺的侍奉工作 你可以在各样的侍奉上 侍奉神 但你不能缺乏祷告 你缺乏祷告 你的事工 不过就是慢慢就成了 一个表面的事工 就是你在轮到你打扫厕所 你心里面有两个声音 一个是怨言 一个是祷告 你最好是祷告 而不是怨言 为什么就是我来 这是怨言可能的 但更好的是祷告 主 谢谢你让我侍奉你 这祷告是我们所有侍奉的 最核心的侍奉 是不可或缺的侍奉 因此也因为如此 耶稣花时间 画这个篇幅 教导我们祷告 他首先提出来有 两种祷告是让主 非常讨厌的祷告 对吧 你这祷告了半天 结果主讨厌 那真的是白祷告 越祷告 他越讨厌你 主说 我先告诉你 有两种祷告 我讨厌 第一个是假的祷告 这是 当时我们谈的 这个虚伪的人 这个假冒为善的人 原文是演员 他是来表演的 他的祷告是来表演的 你也听过 可能听过这种祷告 他的祷告如此的滑美 押韵 让你觉得 他祷告真好 我都不会祷告 你听过这种祷告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会祷告 这种祷告 主说 他的对象是人 不是神 他是说给谁听的 主耶稣说的 他想要谁听到 第五节 故意叫人看见 他喜欢站在会堂里祷告 不是说不能在会堂里祷告 可是他这边有一个目的是 爱站在会堂里祷告 而且还在十字路口上 我们这边最近的十字路口 就是那个加油站 OK吗 那个麦当劳那边的 那个十字路口 你如果在那祷告 大家都会看见 因为红绿灯停下来 那讨饭 也是喜欢在十字路口讨饭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最多 所以如果你在那里 举着双手祷告 为蓝星祷告 为MSU祷告 你在那里举着双手祷告 大家会觉得 这个是属灵人 他是神人 他是在侍奉主的 他的对象是给人看的 他的祷告的用词 是information 是资讯 这边后面下面主会说 你不需要告诉主 他知道的 所以这些人 他的祷告内容 你会发现 有的人祷告内容 听他祷告 像在听报告事项 为这个周末祷告 为下次交友祷告 不是说不能 可是他几乎是一边祷告 一边在报告 我们 报告事项 是information 好像就是 顺便提醒一下 下周有聚会 我们为这个下周聚会祷告 就是 他是一个informational的 一个资讯的祷告 主说 我知道你下周会聚会 所以 对象是人 他的用词 他的words 是information 祷告的目的呢 是得人的称赞 我这边也说了 他是叫人能够称赞他 他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 赏赐就是人称赞他 那这个祷告的结果就是 神不听 人会听 人会听到这个祷告 然后觉得很棒 很棒的祷告 这是一个属灵的祷告 这是一个 多么合圣经的祷告 你看他多会祷告 这一种祷告 主耶稣 主耶稣我讨厌这种祷告 不要 不要做这种演员 不要做那假冒为善的 第二种 主讨厌的祷告 这边主说 是外邦人的祷告 他在这里 第七节 帮我找一下 第七节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的祷告 他说这种祷告呢 有 有两个记号 叫做第一个是重复化 看到没有那个词 用许多重复化 重复化的这个希腊文呢 叫做Bata Lagos Lagos Lagos呢 是Word 就是化 Bata 它前面加一个词 Bata 你在听起来像什么 就Bata 英文说Bata 它的腊文就是Bata Bata 这个人就是 拼命念 拼命在念 重复的一种 是一种永诵 诵经 念经 或者是一种 无意义的舌音 它是你的头脑 在念这些词的时候放松 达到属灵的境界 那佛教常念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佛教的净土宗 它会有一个压运 南无阿弥陀佛 它要有一个速度 念到之后 你的头脑就放松了 它是一个Bata Lagos 它是不断地重复一些话 然后主作加了另一个词 叫做 以为它的话多 它的原文是Palu Lagos Palu就是Plural 就是这个不断地唠叨 可能是这个翻译 我相信可能是最好 以为它唠叨主就会听 你知道我们人 最讨厌人唠叨 你的丈夫唠叨你 你的妻子唠叨你 你的孩子唠叨 有没有孩子唠叨你的 爸 我要买这个Ninten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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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学都有Nintendo 为什么我都没有Nintendo 爸 我要买这个Nintendo 你们被孩子唠叨过的 或者你父母唠叨孩子的 唠叨 然后来教会就唠叨上帝 主啊 我想要一个女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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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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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一个随便挑一个 就是唠叨主 有外邦人不认识神的祷告 有这两个特责 不断地重复的复音 另外一个就是唠叨 不断地在讲 一直讲 一直讲 以为用多数的言语 或多数的力量 或多人的力量 就可以压倒上帝的声音 让神可以看在人很多的面子上 不得不同意 这是不认识神的祷告 我记得就是我们跟父母要东西 都是这样要的 对吧 我要钱 爸 我要钱 妈 我要钱 然后最后就 烦死了 对吧 通常是这样 就要得到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这个 你弄得大概 然后父母就会开始跟你谈条件 好了 好了 你下次考得好 我就给你 然后你就开始再继续谈条件 压条件 对吧 下次如果考得不太好 还要给不给我 然后就来了 弄到最后父母就给你 这叫做唠叨法 如果看到你孩子弄这一招 你就知道 我们如果跟上帝 是用唠叨法的祷告 他说他讨厌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以上这两种祷告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偶尔也仍然能看见 第一种这种所谓的演员式的祷告 我可能不好意思 我要挑圣公会的毛病 我很喜欢圣公会 J.I. Packer 巴克是圣公会 我不是讨厌圣公会 可是圣公会有一本书叫做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s 功导词 他写好的范本 免得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都通通帮你写好 原意也很不错 写得也很美 可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慢慢的你失去 他那个祷告的用意了 而参成一个祷告的 只是重复 我给你一个范本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的范本 帮我看下一页 我会打开这个范本一下 圣公会的祷告 你会慢慢看到他的祷告 其实不差 我的范本到哪里去 Anyway 我的这个字小一点 OK 这个在代祷词里面 劝众文 认罪文 赦罪文 平安礼 可以放在奉献里之后 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祷告 牧者可以提供出代祷事项 然后会众呢 代祷者可说 这个 我们要为基督的教会和世界祷告 就不是领会的时候可以这样 领会人可以这样说 我们一起起立 来试试看圣公会好不好 我们来玩玩圣公会的游戏好不好 我们来起立来试试看 这个 领会要说 我们要为基督的教会和世界祷告 全能永生的上帝 你曾借着圣经 教导我们要为人人祷告 代求和感谢 恩时的主 我们恳求你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领导的人就说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借圣灵起敌普世教会 赐给凡承认主圣明的人 能在你圣道中真理中 合而为一 活在上帝的爱里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下一节 下一章 天上的父 赐恩典给各主教 牧师和会礼 特别给你的仆人 某某大主教 你可以填词 对吧 然后 借他们的生活 见证和教导 宣讲你赐生命的真道 做你胜利的忠心执事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旅行大使命 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把你所吩咐的 都教导他们遵守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恳求你 掌管执政者的心怀意念 特别是为某某总统 总理 州长 为他们祷告 愿他们执行公益 得着智慧 施行德政 寻求公众福祉 和世界和平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好 请坐 这是第一次 你们第一次 尝试这个 会觉得很新鲜 这还不错啊 Pretty good 这个弄得 他们写得很美 可是你再想一想 如果你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 这已经这个祷告词 念了大概四五百遍 你从小真的就会被 却听我们的祷告 上面那个你就在念它的 然后你就说 却听我们的祷告 却听我们的祷告 你再想一想 慢慢的呢 你就建立了进入一种 所谓的宗教模式 而你祷告的心就消失了 它很奇特 你知道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 宗教人士被主责备 他们难道说错话了吗 没有 都和圣经 他们祷告和圣经 可是慢慢的 它是一种 慢慢的消失 祷告的那种喜乐 跟你的心在里头 却听我们的祷告 反正你就照着念 也不会错 主就一定会垂听 这里主已经打勾的 这个是什么作业 这作业本 主已经打勾一百分的 所以你照这个念 没问题的 慢慢的你就成立 只是一个念经 念经的基督徒了 这是我想马太福音 在提醒我们的 在宗教改革 在英国宗教改革之后 圣公会开始成立 然后你们在教会历史 会在谈亨利八世 开始之后的 然后伊丽莎白女王 慢慢圣公会 就开始写出了 这样的祷告词 很美 因为他们怕会众乱祷告 就写出这件祷告词来 可是慢慢弟兄姐妹们 就感受到 这个圣灵不与我们同在 祷告的时候 没有真诚的心 没有那个火热 没有那个喜乐 没有那个交托 只是跟着这个词念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运动 叫做清教徒运动 我们不要照着圣公会的 这个祷告词来祷告 我们要自己用圣灵来祷告 所以就产生了清教徒运动 这是在英国的历史里面 出现的一个 慢慢出现的这个运动出现 你说他错 你也说不出他错在哪 他错就错在 他不断地念 念到最后你只是虚应 你只是应付而已 你就是按着这个造本宣科的 就是念 你失去了祷告 其实你一边祷告 一边失去祷告 这是主耶稣第一个 他说我讨厌这样的祷告 我再说 这个祷告词写的都没有错 没有任何神学问题 非常美 我还是很喜欢圣公会的祷告词 偶尔用一用 真的很不错 特别是我在婚礼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用圣公会 写的祷告词的婚礼 的祷告 最美的押韵押得又好 他那个誓言直到死将我们分离 是圣公会写出来的 It's wonderful 可是当你慢慢的 每一个礼拜都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在里头了 我们必须有在圣灵里面 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的原因 主耶稣要我们 小心不要进入这种的祷告 第二种祷告的 当地耶稣说他讨厌的祷告就是 我们今天 我也不好意思 刚刚调圣公会的毛病 现在挑灵恩派的毛病 前面那个圣公会比较容易翻 后面这个问题是灵恩派比较容易翻 就是重复话多 灵恩派的一些敬拜诗歌跟祷告 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的诗歌很简短 然后重复唱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这个 他的歌通常就是一节 然后唱他大概三十遍 你们有没有参加 我以前是在灵恩派教会聚会的 所以我知道 他大概唱到二三十遍 一首简短的诗歌 虽然歌短 但是已经唱了二十遍 它是不断地重复 然后可能 他的敬拜 唱诗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到一个多小时 因为有不断地重复 唱诗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 他们常推行的 这个叫做用方言祷告 你就按着你的舌音 啪哒啪哒啪哒 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来 这个方言呢 跟这个 使徒行传 或者是保罗所谈的这方言 是有点差距的 方言是主用来 在特别在传递信息的时候 在传递福音的时候 在跨越文化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工具 有这种说方言的恩赐 当天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有的各地人都听懂了 福音的信息 都听懂了 华人教会 可能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我看到的是 吴勇长老 台湾的吴勇长老 的一个例子 他到了 早期他到香港去传道的时候 他那天没有翻译 所以他又不会广东话 他就只好用普通话讲 结果他们录音录出来 是广东话 这是我在他 好像他的传记里面 还是哪里看到的 这种恩赐还存在 可是它应该是帮助人们 明白上帝的信息 而不是一种舌音 巴塔巴塔巴塔的 不断地重复的一个舌音 在另外一个故事是 美国的宣教士 早期还在铁幕的时候 到前苏联传道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 他用英文讲道 弟兄姐妹听到的是 俄罗斯语的这个讲道 所以有一些这些 现代的这些方言还存在 我们不反对方言 保罗说 我不用禁止方言 在格林多前说 我们不禁止方言 可是有一些东西 不是方言 它是舌音 它是一个 巴塔拉圭 你如果去过 很多灵人派的教会 你听他们的祷告 就开始有人用方言祷告 然后他们为了怕被人说 他们不翻方言 就请一个人翻方言 然后他翻了方言 好像又 你在翻 是吗 让人很怀疑 到底翻的是不是真的方言 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 我还是说 方言是存在的 但可能不是今天 林多派这种 过量的操作的方言方式 另外一个故事是 Pastor Gary 你们很多人认识他 他跟我说的 在Lansing发生 MSU发生过的一个 一个MSU的教授 这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 他去了一个教会 听到有人用方言祷告 那个教授是学过古希腊文的 所以他一听 这个是古希腊文 这个方言是古希腊文 所以那个教授就信主了 因为真的有人会讲古希腊文 问了半天 他这个人没学过 所以他那时候信主了 所以方言还是存在 我不是说不存在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教会的祷告会 是不是只是这个 耶稣所说的 Bata la keo 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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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的声音 这是耶稣所提出的警告 因为他有一点像 是不信主的人的这种祷告 是佛教的祷告 或者当时希腊的神庙里面的祷告 都是这种Bata la keo 所以主提出来两个祷告 他不喜欢 一个是这种造本宣科 念给人听 另一种是这种 重复的祷告 重复的舌音的祷告 他说这两个我都不喜欢 主耶稣要的祷告 他说他要什么样的祷告呢 第八节他说 你不可效法他们 要学他们 再喝一口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主耶稣再次提醒 祷告里面呢 不是来告诉上帝 他不知道的information 而是来交托 来放下我们心中的重担 你为什么祷告 如果有人说 我祷告主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还来祷告干嘛 祷告是为你 能够放下心中的重担来祷告 不是主不知道 他是全知的主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甚至知道你要的 不是你求的 我再说一次 他甚至知道 你真正需要的 不是你求的 你可能是需要别的 可是你需要来求 你需要来把你的重担交托 把我今天的忧虑 恐惧 忧愁 来到主面前 放下来 来祷告 家文这么说 believers believers do not pray with the view of informing God about things unknown to him or of exciting him to do his duty or of urging him as though he were reluctant on the contrary they pray in order that they may arouse themselves to seek him that they may exercise their faith in meditating on his promises that they may relieve themselves 用中文我自己翻译一下 信徒祷告 不是来通报神 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来激励神完成他的责任 对吧 这是唠叨 你的房间还没清 赶快去清房间 This is your duty 或者来催促他 好像他不甘愿 Reluctant 又要帮他了 他又来了 Reluctant 他不甘愿 相反的信徒们祷告 是激励我们自己 醒来来寻求他 接着思想他的应许 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祷告操练部分 就是主你说过 你有应许 所以我来 主你应许 要看顾 忧伤的人 主你应许 要看顾 那敬畏你的人 主我来学习敬畏你 求你看顾我 这是一个 跟主 claim他的应许的 一个操练 把我们的焦虑 倾倒在他的怀中 简单来说 祷告是信徒宣告 我们唯一的盼望和期待 单单从主而来 我们的好处 不在主以外 上帝 他会把我们 没有求的福 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觉得家里文 这句话真的很美 你没有求的 他已经给你了 因为可能你求的是 你不需要的 他反而会害了你的 但是你没有求的 他早就家给你了 而且他还应许 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还是听我们的祷告 主知道你需要的 你不一定知道 其实是在你的祷告中 生活中会慢慢发现 对吧 我以为我需要钱 但主知道 我需要的是信心 我需要的是知足 我们常常跟主要钱 但主说你需要相信我 你需要知足 因为有依有识 就当知足了 这是保罗也跟我们提醒的 我每天的生活够我用的 有的人以为 我需要结婚 我才会快乐 但主知道我们需要成长 需要成熟 需要认真生活 需要为自己负责 将来才能为家人负责 主已经知道我们所需的一切 我们一切所需的 他都知道 只是我们不知道 在这个寻求主的过程里面 我们开始慢慢地认识自己 真正的需要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 认识自己 认识主的心意 所以主开始教我们 第三点 他开始教我们如何祷告 这个祷告的范本 所以在第六节 他说你祷告的时候 首先要在内室祷告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第六节主说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不要太在乎在人前的祷告 主说有一个祷告 是他很在乎的 是你在private space 在内室 有的英文版翻成closet 也许是你家 唯一不受打倒的地方 是你家的closet 这个 关起门来 可以祷告的地方 你需要有一个 不受打倒的空间 祷告 为什么 因为祷告是 跟主亲密的交谈 亲密的交通 当你有些很重要 亲密的交谈的时候 你不需要有别人打倒 对吧 你有些重要的事情 想跟人说 你只想跟那个人说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不受打倒的环境 这是一个主耶稣的教导 也就代表 他很在乎跟我们这种 one on one的时间 He really cares about this 他说你在外面 那个十字路口 祷告那个 不过在表演嘛 你就是在表演而已 他说我想要的是 跟你这个one on one的 Can we talk 主耶稣跟人说 Can we have a good conversation 这个是我们每天要祷告的操练 Can we talk 如果说我有些东西想要告诉你 会的 你慢慢操练这祷告 会在祷告中 主会跟你说话 在祷告中 祂会让你想起某一些经文 祂会让你放下某一些仇恨 祂会让你交托某一些焦虑 祂说I got this 你在这个跟他one on one的单独 谈话的过程里面 会经历这种 圣经所应许的平安 这种平安 不是在其他的方式得到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说 祷告是一个最神圣的侍奉 就是在这个层面上 你跟主one on one 一对一的做交谈 试试 把一些时间分别出来 不需要讲什么 我再说 主不太care你跟他讲什么 你心中想到什么 就跟他讲什么 不要背那个祷告文 那个圣公会的祷告文 不要背他 就是你主跟你想要 你跟主想要什么 跟他讲 还有一个private place 家文也提到 这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 自由地敞开心 可以唱歌 可以哭泣 可以哀痛 可以感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祷告里面的 这个星期 我相信很多人 可以花很多时间 可以祷告 我们真正有焦虑的原因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真的病了 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上次星期五 有人在问 我该不该去别的国家 你该祷告 你问主 你该不该搬到别的国家 ask him 他会跟你讲 他会在祷告中 慢慢地引导你的心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纲 祷告文 主导文的大纲 在第九节开始 我为什么说是大纲呢 他不需要一定要背 当然你背是很好 主导文 如果你能背得起来 是非常好的一个祷告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大纲 我们在教理问答里面 有详细的解释 我今天无法详细解释这个大纲 就是简单地go over一下这个大纲 他说祷告 你们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首先就是跟主的关系 跟父神的关系 是阿爸父 他不是我们在天上威严的主 当然他是威严的主 但他是我们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我每次祷告这个词 我就想到美国 我就在为美国祷告 对吧 愿人都能够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名本为圣 这是一个对他的崇拜 但我们发现 我们都不是如此的 就立刻连到了第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我们每天祷告的 一个内容之一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为这个事情祷告 也许就是三分钟 五分钟 你想到了神的 国的一些事情 来为这些事情祷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中 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寻求主的旨意 不是你告诉他 不是你拉一群人 来宣告祷告会 来摇动上帝的手 改变他的旨意 改变他的方向 而是我们寻求 跟主说 主你的旨意是什么 What is your will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常会把主 做这种限制 在使徒们 刚刚成立教会 圣灵还没充满他们之前 就有一个重要的祷告会 就是因为犹大卖主 上吊自杀了 他们说我们该用谁 来取代他呢 他们就 摇钱至迁 祷告说 神下有这两个人 最后选了一个 马提亚出来 他们以为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们 对吧 好像神下就这两个人 他就二选一选一个 可是没想到主 他有他的旨意 是保罗 是大树的扫罗 是 保罗自己说 我是最后生的使徒 我是最后生的那个使徒 其实是主选的是他 所以主的旨意 常常我们在我们祷告中 会慢慢地发现 那这些使徒们 那时候还没学会这个功课 主才刚走 圣灵还没充满 还没降临 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 所以不太鼓励了 在旧约里面会有 在新约里面不太鼓励 这个抽签的方式 制造主的旨意 主啊 我让你二选一 我该去美国还是法国 这是你两个想去的国家好吗 你怎么 其他的国家通常没选呢 主要你去别的地方选教 怎么就是 好了好了 加一个瑞士OK了 三选一 主你选一个 我来抽签瑞士 感谢主 这是主的旨意 这是你祷告中 需要寻求的一个 主愿你带领我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愿意顺服 请你指教我 请你带领我 我做我每天该做的事情 主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带领我的方向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 这个提醒我们的知足 就在这里 你今天冰箱还有食物吗 应该还有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穷到 冰箱打开是空的 就是这个 我听说过有些人是 听说以前看到一个案子是 一个孩子他父亲坐牢 是美国的事 最近的 孩子父亲在坐牢 他说他回到家 打开冰箱就只有一罐pickle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罐pickle 他每天只有在学校吃 那个午餐有一餐 是真正的可以吃的 其他家里什么都没有 这是有些人是这样过的 但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这样过的 如果你是这样过的 让我知道 我还有东西给你吃 所以 这个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是感恩的 我们为每天的饮食感恩 我们想的就是未来的事情 但我们为今日感恩 免得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祷告 是一个饶恕人 是一个赦免人 是一个算 我不跟你追究 的一个罪 因为主先免了我们的债 十三节是我们这一周 特别需要的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儿 为什么我们都很软弱 没有人可以保证 我们在真正的邪恶面前 站得稳 当我们碰到真正的邪恶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我们都OK 请大家为美国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我们就住在这个国家里 我也没有办法 prevent现在有一个人 如果走进来 拿了墙走进来 掃射 我们只能这样祷告 注意 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儿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因为国度权品荣耀权是你的 这句话是使徒们后来加上去的 使我们可以来称赞他 送赞他 荣耀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来祷告吧 我们学习祷告 祷告的道理不需要讲太深 我们来祷告 我们花点时间末导 好不好 每个人花点时间 跟主讲几句话 我们花点时间把我们的焦虑 跟主讲 我们花点时间 在房地上 我们花点时间 和别人花点时间 作词 在房地上 我们花点时间 主 今天早上我们来祷告 这是你最喜欢的事奉 你乐意我们给你单独的清净祷告 主 来把我们的焦虑献给你 主 听到枪击案 听到这些事情 我们心中有一大部分是焦虑 要是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我自己的身上 主 我们把焦虑交给你 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在你手里 我们的生命本来也就不是我们的 主 我们在神和死之间 唯一的安慰 就是我们不属于自己 乃属于我属于耶稣基督 主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宣告怎样的事实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给你 主 我们把对未来的担忧 也来到祷告面前来 带到你面前来 你告诉我们今日的饮食 饮食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把今天过完 今天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 学习交托仰望明天的忧虑 让明天来当 主 我们把我们的怒气 也带到你面前来 我相信主 我们 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心中有怒火 我们想改变世界 我们以为我们的怒火 可以改变一些什么 但主 你 你才是掌管一切的主 主 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怒气中 想到你的怒气 主 你更是天天 向罪人发怒的上帝 人若不悔改 主 你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 主 你帮助我们逃避 那将来的愤怒 我们若不悔改 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你的愤怒 主 我们也来你面前来得安慰 主 你来安慰你的小羊 你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在这里 来claim这个应许 我们来这里 来执取你的应许 你是我们的牧者 主 你应许我们经过死营的忧谷 却不知早亥 主 你应许你的葬 你的肝安慰我们 我们今天也知取你的应许 主 我们也来感谢 主 我们知道你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出 主 我们也来感谢你 我们为过去这一周感谢 感谢你让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恢复 让我们的心能够痛 让我们在心痛的过程里面 能够有哭泣 有呐喊 更深地祷告 主 我们也为我们当中 我们的孩子们祷告 主 你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许多同学们 还是星期二得回去上学 主 你保守他们每天的生活 你的使者在他们周围安盈 你的应许事业化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力量 独立成为他们的盾牌 我们做父母的能保护他们 也就只有这个程度 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保护不了 何况保护他们 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 主 让他们的灵魂 免受二者的攻击 免受二者的试探 除了肉体的危险之外 他们的灵魂也每天面对各种的试探 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 让他们不跌入试探 让他们脱离凶恶 也保守他们的肉体的平安 主 在这样子的黑暗的世界里面 你是我们的光 你是世界的光 我们来仰望你 我们来寻求你 主 我们为还在医院的同学们祷告 求你医治他们 我们为两位中国同学祷告 为他们开启福音的门 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 开启救恩的门 让他们能够借这事情得拯救 为他们的父母祷告 求你怜悯看顾他们 主 我们为我们自己每一天献上感恩 让我们常有知足的心 让我们把这一刻过完 把今天过完 愿你的灵充满我们 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 为耶稣名祷告 阿们